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 心理专家 柏燕宜 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美女主播 柴子璐 好好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有人说我是霸道总裁 也有人说我是女强人 但是我想说我只是一个幸福的小女人 因为在我的背后有她 是她在我还是灰姑娘的时候走进我的世界 是她给了我贴心的温暖和精致的生活 是她让我得到了一份曾经被我当成奢望家的温暖 以前我只是把这份感情深深的埋藏在心里 但是前不久我和她吵了一次架 她说了一句话让我来到了这里 我想真心地对她说一句 老公 谢谢你 你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吵架的人 掌声有请被制线人 丈夫 曹玉忠 主持人好 三位老师好 大家好 要是你老婆站在这儿 给你问好 你敢坐着吗 敢 真的 真的 那为什么小平最后说 我不跟你发火 我跟谁发火 这是你老婆说的吧 对 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因为她是一个平时非常要强的一个女生吧 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压力比较大 然后我是她最爱的人 她不跟我发火 她跟谁发火 你凭什么认定她心里最爱的是你呢 因为她是独生子女 父亲然后也是刚离世 然后现在只有妈妈妈妈然后身体也不好 然后只有我还有一个女儿 你平时跟她说话顶嘴吗 她发火的时候 很少 很少 对 你脾气特别好是吧 男人也会有脾气 但是我还觉得 她生气的时候 我更多的想的是 多想她好一点嘛 我就会自我安慰一点 怎么想呢 就是她披头盖脸说你的时候 你怎么想她的好呢 就是为这个家庭付出的可能太多吧 然后是这样 是吧 对 她发起脾气的样子好看吗 还是还美的 到底美不美 到底是美还是母老虎 美 美 对 你没说违心话吧 没有 那就说你每次被骂骂的很爽 也不说爽 然后就是骂完之后 还是觉得 然后就是 毕竟是老婆嘛 自己的爱人嘛 自己不疼谁疼嘛 哎呦 这话说的 我怎么听出一点委屈的感觉 来掌声有请 这些人妻子 秦璐璐 推理老师好 三位老师好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有杀气吗 你觉得她 你们觉得她有杀气吗 男生说 你觉得她有杀气的请举手 一个都没有啊 你觉得你有杀气吗 有吧 有啊 流泪干什么 你是感动于那句话是吧 她不向我发火 向谁发火 不是 本身我在想上这个节目之前 就想那个 感谢她 然后 有点乱现在 很乱啊 给她的纸擦擦 你为什么那么强势呢 对她 强势是要有底气的 不能说我性格就是强势 你肯定有底气嘛 家里的钱是不是你挣了 以前不是 现在是 现在你干什么呀 做生意 我自己开了个化妆品公司 她在公司任职 她有她的工作 我们是分工比较明确的 我负责销售 还有就是 整个的 她是负责 工厂这一块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能挣钱 她在工作上 没有你有能力而强势 也不是吧 从小家庭的原因 不想让别人欺负到我们 包括我自己家人 我自己的父母呀 孩子呀 老公啊 什么的 意思就是 其实当外人出现 欺负你老公的时候 你肯定是要维护你老公的 你会不会经常做事的时候 被她说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可能工作中会有 她会当着第三者的面 指责你吗 会有 也会有 还没面子吧 嗯 那你会当着其他的人的面 指责她吗 不会 所以为什么呢 她不会这样做 为什么你会这样做 因为她爱我 比我爱她多 你跟她说过离婚吗 会说 对啊 但是不是真想离 嗯 吓唬她 那为什么要吓唬她呢 就吃 她就吃这一套呀 就是我俩一吵架了 我说别过来离婚吧 啊 太傻呀 也没啥大事 理傻呀 我 我虽然脾气比较急 但是也属于好哄的那种 一会就忘了 提过多少次离婚啊 忘了 不计其数 但说句实在话 这个男人 真的在工作当中 那么不堪吗 以前我以为是 后来呢 发现其实不是 以前我觉得 我们的那个工作性质 不需要每天打包吗 嗯 然后她就负责打包 最早的时候 我就觉得就这么点事 就好像感觉挺简单的 我就觉得我负责的东西挺多的 然后你就负责那么一点事 我就有点 心里有点看不上 后来我俩就开始有争吵 看不上就挑她的刺 对 这个干不好 那个干不好 对 那是在16年的时候 我俩的时候吵得比较严重 完了之后 她又自己出去开了个公司 也做得挺好的 然后我这边 就是也做得 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 哦 离不开别人呢 嗯 事实上 她做的不止打包这一件事 对 她可能做的很多 比如说我女儿呀 还有家里的一些事啊 就比如说我女儿上学 都是她早上给洗脸呀 刷牙呀 扎辫子呀 穿衣服呀 搭配衣服呀 就是我可能以前都忽略了这些 我就总觉得 那自己的孩子你不能谁弄呀 就我平时晚上熬夜熬得比较晚 然后她也其实跟我熬得一样的晚 但是她早上每天早上都起 七点起床 就送她女儿上学 也就是说她默默付出的那一面 你没看到 嗯 是吧 嗯 真自己出去干了 真的 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做点没探生意 进出口 做得怎么样 做得还行 还行是比她挣得多 还是挣得少呢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差不多 那时候我就想证明自己 男人嘛 也其实也好面子 她可能觉得我天天在她身边转 然后做的那些都是小事 都是做得应该的 可能我那时候也是觉得 嗯 那我也自己出去传一传 然后证明一下自己 你的本金哪来呢 我们家里的 你也允许她出去 嗯 我也挺开心的 反正就是让你出去试试吧 就知道我有多辛苦了 就知道我有多辛苦了 其实你是认为她出去干不成多久 嗯 没想让人干成了 嗯 她成功了你啥滋味 就看着她这样也挺好 但是我又想把她给弄回来 其实没有我老公 我做得不行 啊 然后我就把她给 算是请回来吧 17年5月份的时候 再说说怎么请回来 扬眉吐气 她就说要 老公要不我们一起 去做我的这个公司吧 然后就是非常诚恳的 然后就 这种 其实刚开始 我也是 有点不同意的 但是后来还是 我觉得她 更辛苦 作为一个男人 老公来讲 更应该去帮助她 所以我就 也就是说在事业和情感 你选择了事业 人家选择了情感 嗯 然后我俩就一块做了 做的也一年比一年好 一直到现在 这种人你是从人世间 哪把她逃换回来的 我俩是网练 通过QQ认识的 我俩俩是 八年了 八年了 那个时候我就是 在工作 然后她发QQ 就问我你在吗 你在干啥呀 就是刚开始 我不太理她 你又不认识她 那个时候确实也单身 没有谈恋爱 她QQ名叫什么 她的名字就叫露露 然后你就问她在干嘛 对 她搭理你了吗 刚是不搭理 你当时是单身吗 我也是单身 就是刚跟前男友 分手不久 就空窗期嘛 嗯 是不是 她进来 嗯 按道理来说 空窗期的时候 你应该不搭理她 是没搭理她 她跟我聊了大约的 一个小半年吧 真的小半年 小半年天天问你在干嘛 嗯 你在干嘛 忙什么 你也不回 我也不回 她问了半年你在干嘛 不是我也不看 对啊 就是突然有一天晚上 心情不太好吧 然后拿下了笔记本 我一看 这个人给我留了这么多言 你一句都没回 一句都没回 你就天天发四个字 你在干嘛 发了半年 有时候还打个问号 网络嘛 然后网 处于那种网络 想认识一个朋友 想认识一个朋友 你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啊 可以看照片 对空间 对 可以看她的图片 对 漂亮是吧 我说哪有这么忠贞的男人 半年发你在干嘛 不过她挺坚持 你就光看照片 你发半年 还记得她搭理你的第一天 发了个什么 我发现她在干嘛 然后她回了我 然后也是带 发了半年你在干嘛 在 那半年你在疗伤是吧 其实之前上一段 我们俩谈的也挺久的了 也得有五年 她对我也挺好的 但是呢 她对我父母不是特别的尊重 我记得有一年 她去我们家过年的时候 我们家那个房子 就是外面土的 然后里面也是土房子那种 大年初音的早上 她妈好像给你打电话 说你在你丈母娘 过得怎么样呀 她就跟她妈说 她们家太冷了 洗个头都上洞 然后上卫生间的话 就跟她妈据述一下 说不像城里会有马桶啊什么 就是那种蹲坑似的 然后吃饭啊 就是也不太不太好吃 就是可能她没跟我说 但是她心里 就是不认可 不认可我这个家庭 不认可我父母的 然后我又是一个 注意比较正的人 我俩就分手了 你虽然说的表面上是 不能接受 她对你家庭的不尊重 其实你是认为 她看不起你的出身 看不起你 你提出的分手 嗯 你们聊了多久见的面 半年多吧也就 就聊了半年 她没搭理你 对 再聊了半年 对 见的面 对 谁提出的 我提出的 因为我俩是一体 当时她在预兆 我在临隐 感情到了吗 你认为 嗯 我觉得然后差不多了 相当于一个网友 然后第一次见面嘛 网友见面 对 还没有确定男女关系 那个时候 呃 说了 你说 说了 因为就是网恋嘛 就会什么标注上什么老婆 老公啊之类的 就晚上老婆快赶紧睡吧 老公赶紧睡觉吧 就是这种 就是已经是在网上 就是 就这种男女朋友了 见面的时候 然后她来到这找我 然后我俩就见面了 见面了之后 我俩去吃肯德鸡 我见了第一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呀 这跟网上的一点都不一样 咋了 就长得不好看 还黑 这是你们俩的素颜 你知道什么 对 她嫌弃你长得不好看 她跟你说了没有 说了 所以嫌弃她 嗯 然后我就见了她 我一看 哎呀 这吃了饭赶紧走吧 以后再也别见面了 嗯 也就我俩也就那么地了 就应付她走了 走了之后吧 我就觉得 我就还跟她客气地说一说 我说你到家给我打个电话啊 我亲自你千万别给我打电话 你只要给我打电话 咱俩就拉黑 不然人怎么样 人才见第一次 你根本看不明白 行为举止看得出来吗 反正是 以后咱们做朋友 都不太可能的那种 到了这种地步 对 为什么呢 就不知道为啥 她很猥琐 她很抠门 不是 她干什么了 你要把她拉黑 就长得不好看 那是第一次见面 后来我就在家等电话 她两点走的 然后到了五点 还没给我打电话 我这心呀 就着急了呀 你着啥气 你不是希望她不要 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吗 就觉得我长得这么好看 你到家 你肯定给我打电话呀 然后等了半天也没等着 到了五点了 愣是没给我打个电话 我现在不打不打吧 肯定晚上会打 等到晚上也没打 第二天QQ也没上 天天黑头像 我现在这上哪去了 我现在不可能 一般你见了我之后 你肯定 干得太棒了 你肯定会说 我挺喜欢你 然后下次再去找你之类的 或者怎么怎么样 没动静了 这事就这么着了 然后七天之后 我就等了一个礼拜 我给他打电话 我鼓起勇气给他打电话 现在我死皮了脸的 给他打个电话吧 一打电话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绝 当时可能觉得 首先 他是那种 我第一眼然后见比较漂亮那种 那时候我嫌我丑嘛 确实我那时候可能形象 然后不是那么帅 那时候也缺多多少少 缺点自信吧 自卑 但却成功地勾起了他的兴趣 是吧 就我这本身对他没兴趣的 一下子激起我的兴趣了 找不找说有一次 他给我打过电话来了 他打电话 大概多久之后 七天嘛 那时候是四川 温川大地震的时候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自己干嘛去了 我说怎么也联系不上你 说这话的时候 其实我眼我都已经哭了 就本身 你哭啥 你又不喜欢他 我不知道呀 就可能心里觉得 说不喜欢吧 也是假的 你不然你不喜欢他的话 你就不有那种期待了 毕竟之前咱们俩 在网上聊了半年 你要说没感情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见了他之后 确实是有点 跟我想象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我脑子里 也开始有画面了 但是肯定人与人之间是有感情的 就是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习惯性的聊天 突然七天不联系你 肯定是心里不舒服嘛 明白 这个习惯嘛 就家里一件家具少了 你还念叨呢 然后我就问他 他说他去了那个 万川大街站 正好是赶上那个时候 他说我就正好 跟我朋友去看看 然后去走了一圈 你去四川干嘛 那个时候正好家里 因为我家里 我爸也是独立自己做生意的 然后正好公司里面 有一个出去的 有一个点在四川 对 然后我就 爸爸然后就安排我出去 然后 就七天没联系你 然后呢 他说没事 过两天我回去找你 你真忍得住七天不打电话 还关机 你有点故意吧 有点男人的小心思 有可能我主动 他可能更不在乎 行 那就谈着呗 他对你家庭怎么样 他对我所做的 让我真的是很感动 就是比如说有一次 我跟他说 我说你跟我回家拿床被子 他开着车拉着我 就我们家庭条件是那种 没有什么电器的 三间瓦房 然后里面就一个电灯泡 还是十五瓦的 还不是那种节能灯 就在 就是根本看不清屋里面 有什么东西 也是雾气漫黑的那种 他上了我们家了 然后拿着被子之后 跟我爸打了个招呼 啥也没说 然后我俩就走了 一路他也是没说话 我说行 回了回了 这感情这又黄了 这上我们家 估计被吓着了 怎么这么穷呀 那你为什么每次要把男朋友带回家呢 你可以不带回家 总会要见的呀 其实你内心也想用家庭来测试一下 我觉得反正我俩都已经谈到这个地步了 你去看看吧 行的话就行 不行的话那也没办法 正好那次也是个机会 然后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也是一路没说话 把我送回去 把被子帮我拿回去 我俩又失联了 多久 一个多月吧 这次更长 你又是啥小心思啊 其实我第一次去他家确实 我可以这么讲 就是找不着比他家再穷的那种 真的 他家里是那种三间瓦房嘛 就是 一点不夸张的 就是外边下大雨 外边里边可以漏雨的那种 既然他的家庭是这种情况 我就 看看怎么去 帮他改善一下家庭 然后 那个时候我是自己 在我的家里 跟我爸干嘛 那个时候我就回家 好好表现 然后 偷偷地攒了一些钱 然后 带找他的时候就是 我说 帮他家里然后去改善一下房子 那你干嘛要一个月不露面 他攒钱啊 那在家里 攒钱没必要不见面 再次一个月之后 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跟你说啥 然后一个月之后 他给我打电话 问我干嘛 我说上班呢 他说你下来 我就出来了 出了之后 他就从兜里 拿出来两万块钱 他说把这个钱拿回去 给他爸修去房子 我这个人是 自尊心比较强的那种 然后我还眼睛往上翻 我说我不要 我说我自己能赚钱 我说你拿回去吧 他说没事 那拿回去啊 给咱爸把房子修一修 从那个时候 我才真真正正的开始 算是跟他谈吧 从心里开始认可这个人了 以前只是谈谈事实 行就行 不行就拉倒 从那次之后 我就觉得 并不是说是他给我钱 让我觉得心里很开心 不是这种 就是他这个 就是他真的是能为我做事的那种 那种男人吧 那万一以后你们要是分了呢 这两万块钱怎么办 他说过这个话 然后我也问过他这个事 我说如果 以后 咱俩要是走不到一起 你为我付出这么多 你会不会后悔啊 然后他当时那么说的 他说 如果要是跟你走不到一块的话 把你家的房子 给你修好了 以后你要跟别人谈恋爱了 别人去看看 你脸上也有光 如果咱俩以后在一起了 我父母去看看 我父母心 我父母也会看着说 还是一个正常家庭 你脸上也有面子 这话说的扎心 为什么当时后边这样的话 是因为中间 我俩谈的时候 家里极度不支持 他家里 对 所以我才问他 我说咱俩以后 不能在一块怎么办 你教他这话说的 他就对于你这种人 特别有效果 就你是外表特别坚硬 其实内心特别柔软的一个人 那话是你心里话吗 是 确实是 他真跟你分了 他跟别人在一起 当时我也这么 你也不后悔付出 我也不后悔 你有几兄弟啊 我一个哥哥 你们家生意做的大吗 也不算太大 然后就在我们 在我们镇上还说还可以吧 你们家很反对吗 确实非常反对 爸爸反对 因为我爸是一个 特别传统的一个人 然后而且 他也是在我们那边 然后算是一个 稍微 有点脸面的人吧 还觉得然后自己的孩子啊 以后找的这个 家庭一定要买当户对 一直到然后找了一个 然后确实这么差的 然后非常不满意 这么差 哪儿 差哪儿了 他们嫌你差哪儿了 家庭 他们可能家庭 还有呢 主要是家庭 你什么学历 五年级 你呢 我大专 也有学历的原因吗 可能有吧 这也是很伤你的啊 嗯 你为什么喜欢他呀 其实我看中的呢 就是他始终就是给我 在我面前 然后就是那种 特别自信 然后特别努力的那种 年轻人那种闯劲嘛 这种比较心意我 就是闯荡呗 对 吃苦呗 对 勤劳嘛 奋斗嘛 对 是吧 对 你以前是没见过 这样的女孩 没有 你以前见的都是什么女孩 可能身边 然后就是更依赖父母 就是做什么事 然后父母给你安排 啊 就那种闷当户对的类型 对 大小姐的类型 对 啊 说说你的家庭 我爸经常喝酒 在我机事的时候吧 有一天 人说一天三顿喝 叫小猪 它是一天五顿喝 六顿喝 就哪怕人去地里种个地 实际上地里收庄稼 人家是带水 他是带酒那种 那谁养活你呢 我妈身体一直不太好 然后我奶奶把我养到14岁 我不上学也是因为 家庭条件不好不上的 因为那个时候学校里 让定校服嘛 35块钱 然后一直没有交上 那个时候就没有心情去上学 不想上了 然后正是也家庭条件不太好 校服钱也没给老师 然后觉得挺丢人的 我就不上了 多少岁错的学 14 错学之后 我们当地那边有一个 就是纺织厂 织布的 那么高 那个时候其实我还长得 没有像现在这么高 那时候也就一米一米四几的鸽子吧 你现在多高 我现在一米六二 一个月多少钱 90 不保持不保住 因为他是个学徒 然后之后我就每天拿了个小凳子 那个小凳子 木头的大概就那么高 然后每天拿了个小凳子 去那边 到学徒工 干了三个月 过来就不干了 然后17岁的时候呢 跟着我叔 去了交难 在他们那边上班 他当时是开了一个扑人机店 扑人机店里面就卖皮件的 在那干了有两年 吃住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嗯 最苦的时候到什么程度 最苦的时候 是我从我叔那不做了之后 走了之后呢 山上也没有一分钱 然后我就 走到那个交难那边 有一个大株山 那边全部都是工厂 走到一个板栗厂 它是出口日本板栗的 那种大工厂 我就去了 它是一个冷冻的那种车间 里面特别特别的凉 大约是零下多少度 当时去的时候 我也没有被子 也没有褥子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是我们同宿舍的人 给我一个军大衣 让我在那睡 顶线是那种板子 然后我就盖了个军大衣 你现在 再说起当年的这些事 你觉得苦吗 当时觉得挺苦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 还行吧 正是因为 遇到了这么多事 才有了现在 你哭过吗 当时还真没哭过 现在回想起来会哭吗 会 所以可以理解你为什么喜欢他 他刚才说的那些 都是你没经历过 对 恰恰是我想要的也是 在他身上看到的那种 就是一个人该去闯的那种劲 然后一个人 一个年轻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去得到想要的 我以前我自己在家里 我做什么事都是父母安排 包括上学啊 选什么专业 工作之后你要做什么 包括以后要结婚 然后要找对象 都要我给你安排 是这种 所以没有 那个时候可能觉得 然后没有自己的选择 所以你特别想找一个 能够主宰自己的女人 对 是吧 我哪怕是不做男主角 我做一个陪衬 就辅助她把事情干好 我觉得我也是成功 对 对吧 他们家那么反对 你怎么嫁得进去呢 爷爷奶奶非常喜欢我 因为我可能就是 我爷爷奶奶帮给我带大的 我对爷爷奶奶这个词是 是有另一种感觉的 因为我奶奶把我带到14岁之后 她走得比较早 然后上了她家之后呢 她爷爷奶奶当时也挺好 对我也挺好的 就是我就想 以前亏欠的那些 补到他们家身上 因为我真的是把他们家 当成一家人了 就是你的真情流露 对 然后呢 我爸当时 就是我公公当时同意 也是因为 我爷爷吧 占大部分 因为后期 我爷爷也是身体不太好 肺炎晚期 但是他想看到的 因为他的孙子 是他眼看着长大的 他临走之前 就想看着他孙子结婚生子 然后我公公 很孝顺的那么一个人 爷爷帮了大忙 对 后来就是 爷爷身体不好 后期的时候 我俩就结婚了 你现在世界做得有多大 在我们那个地方 还挺有名气的 做日化产品 化妆品 结了婚进去之后 嫁入之后怎么样 嫁得是挺好 别人也很羡慕 但是结了婚之后 我就会发现 我不太喜欢 就是因为他们家 属于那种 家族式的东西 就其他国家都在一块 是非多 对 规则多 对 你是在他们家族里干 对 当时我爸说 给我们一人发 三千块钱的工资 管吃管住 管喝 但肯定不符合你的个性 当时我想 我也不要这个钱 将来我肯定比你还有钱 现在真比他们家有钱吗 但是当时是 过得不是特别的 他对你好吗 好呀 我记得有一次 也是因为他给我洗水果 给我断了一盆水 然后我供供就说 以后你再给他断水 我直接把盆扣你个头上 他是给你洗水果 还是给你洗脚 确实我给他洗水果 我父母是那种特别传统的 觉得然后这个事 然后应该是女孩的 做不应该是你做 但男子主义家庭 不是特别的顺心 你们第一个孩子六岁 在这个六岁孩子之前还有一个 那个是结了婚之后 没有多长时间我就怀孕了 在家里过得不太顺心吧 然后心情不好 郁闷 也不愿意出去 后来孩子就留了 所以恰恰是因为自己过得郁闷 所以想出来创业 嗯 他跟你一起出来 就是当时孩子没了的时候 其实他心里也是不开心 而且还太哭了 就觉得保护不了妻子 然后也保护不了孩子 我在家里可能 给不了她那种 就是不能做一家之手 对 不能让自己的女人快乐 对 受到家族的压抑 觉得自己很无能 所以要出去独立 对 你爸愿意让你出去吗 不让 说的最难听的话 就是你要走 然后你就不要再回来 我就不让你这儿 你还是走了 对 还是走了 但这是你以前一直不敢做的事 对 但一直想做 这次有了力量了 是吧 对 那你回出去以后要自己租房子 对 你们家以前住什么房子 也是那种民房 几层的那种 以前有车开吗 在家里 有 自己有私车 对 给你买的 对 那现在出去也没有了 没有 车也没带走 对 你觉得后悔吗 那会儿 那个时候不后悔 没有想过后悔的事 你要为理想而奋斗 人生第一次感觉自己像自己 对 是吧 对 但事实上搬出去之后 日子过得好吗 不怎么好 我们俩就租了个房子 然后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我们俩每天的吃喝 就控制在 每一顿的吃喝 两个人控制在五块钱上 有时候可能都花不到五块钱 有人会说你们自己太闲了吗 有 家里好好房子不住 有 当时他家的亲戚就说 说你看 你是不是傻呀 然后你看在这过得多好 吃喝都不用花钱 完了之后还得给你花工资 你出去之后谁管你 而且也没有钱 然后也没有工作 就是不能自力跟送嘛 他会有一点点小抱怨吗 在最苦的时候 没有 你们俩就这样慢慢做到今天 嗯 所以现在公公怎么看你 现在很好 他说你说的最难听的话是什么 最难听的好像都是气话 我觉得最难听的说过 你是你不是个男人 你真没用 这种话说过吗 这个会有 说过 说过 你怎么啥也说 摩囊废说过 那个没有 就是你不是个男人说过 忘掉了 哎呀你真忍受得了啊 怎么最近想着要到这来 因为我觉得我 他对我付出挺多的 然后平时我又是 我不太去夸人的人 尤其是对跟老公这种关系 就不好意思说 然后所以今天就来到这了 你平时都不好意思说 你在这说得出口啊 这不也是别扭着吗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此消彼长 长此以往 两人的关系就变成了 一个欺负另外一个 一个强势 一个弱势 虽然说彼此都是因为爱 但因为生长条件的不一样 和彼此对于对方的爱不一样 这种关系往往就定格下来 好 那我们来听听三位老师 今天露露坐在这里 就像那个灰姑娘一样 但是在现实当中的灰姑娘 跟童话里不一样 我觉得你的幸福 不是从嫁入这个富有的家庭开始 而是从你离开这个富有的家庭 而开始的 但是千万露露不要忘记了 无论你 今天获得了什么样的成功 获得了怎样的尊重 但是这一路的这种打拼 或者后来获得的好的结果 都是你们两夫妻二人共同奋斗而得来的 她最可贵的 你特别应该珍惜她的地方 就是她很懂你 她很懂你坚强外表下的脆弱 你的自尊心 所以她用她那种非常温柔的 或者是说 今天呈现出来的一些讨好性的笑容 在保护你 她在用她的这种方式来保护你 不是她真的懦弱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去珍惜 能够去花时间去懂得她 如果这一路仍然有她为伴 或者她这一路仍然有你为伴 我相信你们的路会越走越宽广 谢谢你们阿姨 我觉得两位今天带来的这个故事 说实话 让我感觉有一些 对你们的未来稍微有一点忐忑 不安 我坦诚地说 你们二位是两个内在匮乏者的相遇 而你们匮乏的东西 恰恰是同样的一种东西 叫做尊严 可是在你们的婚姻当中 慢慢地好像一切 又都回到了一个原有的模式 一个特别能挣钱的 说一不二的爸爸 只不过现在变成了 一个特别能挣钱的 说一不二的老婆 除了这个的变化之外 没有变化 那她会不会有第二次的出走 为了去获得尊严 但你们的生活不是仅仅在 八年之后的今天结束 而是开始 那么未来呢 真的要等到你扛到有一天 这个女人的强大强势 以始弃止 再一次让你重新感受到 在爸爸妈妈面前的那种 不被重视 不被尊重 之后再一次地出走吗 再去拯救另外一个 弱小而美丽的生命吗 我想那不是你们想要的结局 所以真正的尊严 在你们的家庭当中 是两个人都非常需要的 也希望真的 露露能够看到 你的丈夫 她对这一部分 不是没有需求 而是有特别大的渴望 也希望你们能够在 这么美好的情感基础之上 各自寻找到自己 真正的尊严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我唯一可以告诉露露一点 这个臭小子 能超越这么多世俗的子力 任你虐他一万遍 依旧待你如初恋 真的爱你 虽然长得 是吧 一般了一点 但是 这种真心 我还是很感动 他们靠一个词 链接在一起 这个词是我这期节目 重点推荐给所有 希望赢得幸福的年轻人的 就叫上级 最后说一个英文单词 灰姑娘 灰姑娘在英文中 Sandrella是真正的 壁炉的灰 我们现在讲灰姑娘的故事 总是讲她的水晶鞋 总是讲她的美貌 总是讲她跟王子的邂逅 而往往忘了去讲 壁炉的灰 讲她的辛苦 讲她的等待 讲她的苦闷 讲她被备受折磨的白眼 我希望大家能够完整地读懂 灰姑娘的故事 让奋斗 为我们所有人 插上飞翔的翅膀 谢谢你们来了 任何人的承受都是有底线 超过这个底线是会崩溃的 我们永远不要因为觉得她爱我 所以她一切都能忍受 不是这样 我从她今天脸上看到了那种模范式的笑容 那种很板的笑容 很疲惫的笑容 别说男人有了点钱就变坏 女人有了点钱一样挑 还是要记得她为什么选择你 接下来有什么话好好地说 谢谢你来了 老公 谢谢你这么多年 为这个家庭 为我的付出 我以后会好好对你 我再也不欺负你 你依然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其实你有很多优秀的地方 但是有时候我看到了我也不愿意说 我怕我说了你就光飘 我压抑着自己对你的那个情感吧 所以今天来到这儿 我爱你老公 其实 其实今天来到这里我也要感谢你 也谢谢你 一直为这个家庭 为事业所做出的付出 以后 我也会 更加地爱你 更加地同你 我爱你老婆 在单位上叫她叫什么 叫我露露 叫露露 不对 不对 她叫什么 你露姐呢 不跟员工说你露姐呢 你叫她叫什么呢 就喊全名 什么全名 曹玉忠 以后在公司叫秦总 她姓什么来着 她姓什么来着 这个曹人 曹经理 在家里面随便称呼什么 职业和家庭还是要分开 来看看 谢谢三位老师 再见 谢谢周杰老师 谢谢再见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老公 谢谢你这么多年 为我的付出 你依然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以后我也会更加地爱你 更加地同你 我爱你老公 我爱你老公 幸福的意义 哦 谢谢 此刻我只想说 他们在的时候 没有把一个秘密说出来 其实在生活当中 看似受气 包容的那一位 之所以这么包容 可坚持下去 是因为他看出了 对方的脆弱 他知道他心里苦 他知道他要强的原因 是要证明自己 所以他才选择包容 没有这种心疼 不可能持续地包容 人与人之间的 忍让是有限的 只有疼爱 才会包容 所以既然他疼爱你 我们也别太伤别人的心 好的 如果你也有 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也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 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